哎,宝儿党,您这财神爷多少钱买的呀? 哎,年轻人没规矩,财神爷怎么能说买呢? 这得说请? 那您这财神爷多少钱请的呀? 嗨,就他们这么个玩意儿,88! 今日分享5RTWICE闪电齐舞系列 3.75寸收藏可动人偶,财神道 包装方面是一个高23,宽12,厚4.5的挂卡包装 而挂卡部分其实是一个红包的设计 包装整体使用了年味十足的中国红 而字体方面则使用了巴比特的点阵电子风 值得一提的是挂卡的红包真的可以打开 里面还有一张财神道的角色卡 背面则是年俗中有关财神的介绍 另一张则是系列的海报 话说我所期待的名将系列人偶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市 当然,如果你舍得,这个红包也完全可以装压岁钱 过年时候送出 主体部分当然就是华人世界的人均最喜欢神,财神 造型和用色非常传统 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财神爷 头雕部分既富台又喜气 不知为何还有几分郭德纲老师的影子 身上的涂装和分色精细程度也都够意思 前摆上的金龙也是点阵式的风格 作为3.75寸人偶,高度大约10公分 闪电齐舞系列就是3.75,身高比例统一 主要采用PVC材质 主体重量大约50克 可动方面依旧是最传统的五关节 除了双手的手臂能够转动 手腕部分也能转动一周 而头部因为PVC材质的摩擦力较大 建议不要轻易去转 奇怪的是虽然只有四处关节 但摆起造型来却依旧很喜感 配件部分有三个,肩负着整活的重任 首先是两个春条 有卷轴的这条正面是竖板的生殖夹心 翻过来则是横板的恭喜发财 而另一条正面是早日退休 背面则是裁员滚滚 还有一个招财猫造型的VR眼镜 一边是猫爪,另一边则是福字 卷轴的两边都可以拆掉 可以和另一张组合变成手提 不管怎样,看见财神爷拿着这两个条幅朝向我 还是会精神一震 而把两边都接上卷轴之后 就可以横幅展示 另外你会发现 如果将卷轴部分单独拆掉 这两个其实是一对带扳机的体感手柄 再配合VR眼镜 财神爷玩体感游戏的一幕 也非常时尚搞笑 虽然视频开头用猴宝林大师的相声做了调侃 但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 那么至此新春来临之际 我在这里祝大家升职加薪 早日退休 在新的一年里 财源滚滚素质三连 哎呀,不小心说了实话 应该是恭喜发财 最后视频录制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很重要 我这里先行拜谢